第五十集 老房子着了火 烧了一波又一波 最后魏无羡累得真的睡着了 醒来之后 雨还没停 天已经黑了 魏无羡突然想吃北京烤鸭 于是点了外卖来酒店里吃 大概是下雨的原因 外卖来得很慢 魏无羡打开电视 无聊地翻着台 拦望鸡巴在他身边 仔细端向他的脸 然后又拿了药膏过来 还没好啊 魏无羡侧着半边脸人人白弄 哪有这么快 拦望鸡道 你先前有没有好好抹药 有啊 外婆每天都帮我抹的 魏无羡垂下眼皮子 邪腻了他一眼 你说外公怎么突然想着 一大清早的去给我买药啊 拦望鸡愣了愣 没说话 魏无羡接着道 而且外公买完药回家 对我态度可好了 还让我出来玩 蓝忘鸡好奇道 是外公叫你出来的 对啊 本来不是说要去走亲戚吗 你真的要去亲戚家 魏无羡眨眨眨眼 怎么 你不信啊 蓝忘鸡笑了笑 又不说话了 魏无羡捏住他的下汗 抬起来 还有哪些不信 你一起说了吧 蓝忘鸡被动地仰着脸 睫毛却是垂着的 视线左右飘忽 魏无羡把他的脸又抬高些 嗯 你一会说你壮的 一会说你摔的 前后矛盾 而且你脸上没有伤痕 所以 蓝忘鸡停了停 小声说 所以我猜你的脸不是壮的 也不是摔的 而是 魏无羡点点头 给他竖了个拇指 没错 是被人揍的 揍得我好疼 又不敢跟你讲 自己闷了几天 然后呢 蓝忘鸡捉住他的手拿开 低头亲了亲他的嘴角 然后 我就找了外公 我想 作为外人 在外公面前 我的话也许比你的话更有力量些 魏无羡看他一眼 叹气 你挺自信啊 你不怕外公也把你揍一顿 不怕 要揍 他出二那天就揍了 不会等到现在 蓝忘鸡揉搓着握在手心的手指头 魏无羡的手比他小一号 但手指纤细修长 而且看着也很有力量 蓝忘鸡回忆自己看他上过的那堂课 他握粉笔的时候 手特别好看 将人手指放嘴里轻轻咬了下 蓝忘鸡接着道 就算外公真的想揍我 也是我应得的 我也感受着 魏无羡攻着手指弹了弹他的胸 估计他有这想法 但你太壮了 外公不敢动手 蓝忘鸡道 我肯定不会躲的 更不可能还手 魏无羡想象着外公一巴掌甩到蓝忘鸡身上 结果被淡回来的情景就好笑 这时候电话响了 是前台跟魏无羡核实外卖信息 没多久 外卖被送了上来 袋子上还有雨 蓝忘鸡在桌子上铺了些纸巾 把盛着烤鸭皮 胶岩鸭架和青瓜丝的饭盒打开 魏无羡忙里偷闲的给外卖小哥点了好评 顺便打赏了二十块 挺不容易的 他说 烤鸭相当酥脆 蘸料也不错 他们美美的吃了一顿 于是依然没有停息的迹象 好像要趁夜黑江城市细涮一新 暴力的肆意拍打 但他们不可能再在这研磨下去 魏无羡庆幸自己聪明 选择来酒店而不是回自己的小房子 不然 他们最少得短两三个小时相聚的时间 准备走吧 魏无羡说 转身要去换衣服 等一下 蓝忘鸡反手抓了他一把 一不小心扯下他的雨袍 露出大半个白皙的肩膀 上面还有错落着的吻痕 魏无羡低头瞄了眼 歪着脑袋 小兮兮地 怎么 还不满足啊 蓝忘鸡被这话呛了一嘴 从耳得到脖子的红起来 抬手霸人衣服拉平 他低头抵住人的呃 但又不吻他 魏英 蓝忘鸡叫他 语气郑重 魏无羡弯了弯眼睛 嗯 怎么 以后 不管什么事 我们都不要瞒着对方好不好 我们一起承担他轻轻摸摸魏无羡的脸 别把我当小孩 魏无羡的心像被猫爪子挠了一把 一下变得很柔软 没有把你当小孩啊 他说 只是想保护你 不想任何人任何时伤害你 不过 他想了想 解释也许会越描越黑 魏无羡于是放弃 好吧 那你也是一样 有什么要告诉我 像今天这样 私下去找外公不让我知道 我也是会生气的 知道了 蓝忘鸡说 然后吻了他 感觉还有好多话没说 比如蓝忘鸡跟外公说了什么 让外公态度大变 外公让魏无羡出来玩 是不是就像争着他已经同意了之类的 但谁让他们一见面就跟肌肤肌可争事的迫不及待 抱在一起 恨不得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亲密 现在时间已经不够用 他们就要分开 各自回家扮演好孩子角色 他们把垃圾提出来 门卡留在书桌上 魏无羡看到门槛下 夹着两张酒店的自助早餐卷 笑道 浪费了 蓝忘鸡接过来 不浪费 我明天可以来吃 刚好约了人吃早餐 魏无羡 谁 蓝忘鸡眼睛闪了闪 不告诉你 魏无羡哄孩子一样 掐了掐蓝忘鸡的后颈 刚刚才说好彼此要坦诚 不能隐瞒的 蓝忘鸡扬了扬眉 美剑是吗 魏无羡认真的 美剑 蓝忘鸡笑了 低头用鹅脚碰了碰他 就是 一位老大爷 魏无羡眼睛转了转 行 明天你请老大爷吃早餐 我就请老大妈吃早餐 蓝忘鸡忍俊不禁 咬了下他的耳朵 你早上能起来 魏无羡摸了摸发痒的耳库 没有把话说死 断开玩笑地道 走着瞧吧 他先送人去广场那边拿车 然后自己开车回家 雨一直在下 加重了夜的颜色 视线尤其不好 魏无羡开启了最搭档的雨刮器 但前车窗还总是糊着的 他只能慢慢地滑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 雨声哗哗 更趁得大院的安静 自家门檐下的那盏灯 让魏无羡莫名安心 这个点老人家早睡了 魏无羡亲手亲脚回了屋 调了闹钟 给男朋友发了个晚安信息就睡了 第二天早晨蓝忘鸡 再次早早地过来了 这回门口警卫没有拦他 他把车停在院门外 因为下雨 外公没有在院子里打太急 但屋子里灯是亮的 蓝忘鸡在车上做了会 还是拿了拔伞下车 在门口栏杆上轻轻敲了几下 然后屋里就出来人了 先是穿得鼓鼓囊囊 裹得像纸球一样的老人 然后又是一只球 最后出来跟竹竿 蓝忘鸡嘴角仰起来 在尘封中叫人 声音格外清朗好听 外公 外婆 外公撑着伞出去 魏无羡揽着外婆的肩 帮他撑伞 身子倾斜着 蓝忘鸡已经先去把车门打开了 小心地扶着老人家上去 魏无羡站到他身边 笑道 不叫我啊 蓝忘鸡愣了下 低声叫他 学长 魏无羡上了副驾驶 拼过头笑了好一会都没停 酒店的早餐是七点开始 他们差不多是第一批客人 服务员刚把食物摆好 魏无羡领着人去落了座 就要去服务台补两份餐券 蓝忘鸡拦住他 我来 今天我请吃早餐 不用 魏无羡装模作样的跟人推辞 拍了拍人的手背 蓝忘鸡手背上虽然没什么肉 但滑滑的 魏无羡顺便还捏了两下 开完油 他笑咪咪的 我是学长 今天我请 蓝忘鸡认认真真跟人讲道理 我请 我昨天跟外公说好了的 魏无羡有点好笑 你昨天只说了请外公啊 外婆是我带过来的 归我请 蓝忘鸡反手捏住魏无羡 拿着手机准备扫码付款的手 但有的贵客 我请也请不到 服务员以为他们是真的在客套 含笑看着 魏无羡 比如说 蓝忘鸡 比如外婆 还有学长你 都是我最重要的贵客 魏无羡眨眨眨眼睛 将位置让给了他 回来的 化妆 带